人一定要有什么爱情吗 打个比方来说 你那个朋友梦初夏 他可能一出生家里情况就不好 而我从落地开始 账户里就有好多个零 这无法更改 没有道理 爱情跟财富一样 有些人腰缠万贯 而有些人呢 一贫如洗 我就是那个贫困潦荡的人 那我可以问一问 是什么让你这样的吗 是与生俱来的 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不重要 人家都说 这世界上有三件事掩饰不了 打奔底 贫穷 和爱情 其实还有第四件 就是不爱 这东西我伪装不了 所以只好事先告知 不能接受这一点的人 我绝对不会勉强 简而言之一句话 我能给未来的妻子 所有的一切 包括婚姻 但是爱情除外 好 我知道了 窗门 restaurant 中文字幕 川普 川普 中文字幕 新的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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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亲爱的 在家吗 我不在 我那个刚刚接了一个客户电话 我现在在外面工作呢 你不乖啊 刚才无门管理员了 你明明一天没出来 我马上进来啊 给我四十分钟收拾一下 我家里挺乱的 没关系 我又不嫌弃你 这样 今天你办我的女秘书 假装来我家帮我整理房间 很有意思吧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每天累得跟狗一样 我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 我今天没洗澡没洗头 我就想在家里懒一下 你能不能不要总跟我搞这种突然袭击啊 好 你每次玩新大发的时候 是说没关系 没关系 可是你每次真见到我的时候 你哪次不说 不说我头发很油 拜托 这种事情不是没发生过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么给我四十分钟 要么再见不送 对未来的太太 我可以保证生活无用 以礼相待 每天回家 并且绝对不会有其他的女人 带出去 我没法给他所回的爱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特权 审视的评分制度可是很残酷 很严厉的 末未淘汰 根本不讲关系 不讲人情 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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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慢发什么火呀 这东西啊 组长一小时前就突然提出要修改 所以才应晚了呗 真是的 你这儿的 初夏 不好意思啊 你也不早说 没事 刚刚活在解写也不晚嘛 实在不好意思啊 初夏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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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初夏 把这份计划书送到总裁办公室 能不能让别人送一下 别人 你看看别人哪个有空呢 拿着吧 老大 我问一下 总裁的办公室 长度有没有三米这么长 什么 进来 总裁 这是推广部最新的计划书 给您送过来 嗯 我不同意 容易做的事情我们的竞争对手也能做到 我要的是与众不同 嗯 刚才放这机器人哪去了 哦 卖了 原来是他呀 是谁呀 没事 这个是最新的计划书 给您放在哪儿 放桌上吧 哎 你的脸怎么了 为什么要挡着 最近吃海鲜过敏了 有一点点酒 怕吓到总裁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等等 百叶窗坏了光线很刺眼 你过去替我挡一挡 这 什么 怎么了 几分钟而已 没有 往锁一点 再往锁一点 好 保持住 别动 谢谢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计划书非常令人失望 我的意思你完全没有了解 奢华尊详 这是隆泰诺餐厅的宗旨吗 我要的是美食 能给人带来的是什么 一间餐厅能在人生中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整个企划都要推翻重做 另外嘉宾也要重新请 那个女明星前两天刚传出厌食症入院的新闻 你居然让她来给我们餐厅造势 需要那么细剧化吗 回去重新做计划 我马上拿回去看 窗户边的那个 你也出去吧 你审视的地位 什么样的大牌找不来 你弄个更大牌的行不行 这叫连带 连带你懂吗 总裁对明星的名字不满意 连带的对其他部分不满意 最后整个项目都要推翻 你还让我走过你 对不起 看来你还是没有弄懂我的意思 计划书之所以会被推翻 最主要的原因是 理念的错误 方向错了细节再精彩也没有用 至于嘉宾问题 我顺嘴一提你不要放松了重点 是是 我明白 董事长主控审视的时候 他很喜欢高端奢华这些产品定位 可我跟他不一样 冷淡的餐厅是我的项目 希望你能够 认真了解这一点 去吧 梦初下留下 这回可不是我没有主动 零零三米以上 是您自己走过来的 为什么明明听见了 计划书的问题在哪 还要继续忍受 上司冗长的批评呢 刚才你知道那是我 除了你还会有谁 挡着脸进我的办公室 脸肿了 你们总监敢让一个脸肿的人 来送计划书吗 那这么说 你让我打阳光也是故意的 对啊 对待装神弄鬼的人 自然要让他吃吃苦头 回到之前的问题 为什么你不替自己解释 告诉上司 那份计划书的致命伤 根本就不是你造成的 你以为他自己不清楚吗 只不过是挨了你的妈心里不舒服 当然要找下面的人埋怨几句 算了 让他埋怨几句也没什么呢 你这是什么习惯 张嘴闭嘴就是算了算了 我观察你很久了 你观察我 考验期 你还在考验期 你不知道吗 哦 明白 根据你的表现 你难道 会是一个受虐狂吗 真不是 只不过 跟在气头上的人 去辩解的话 很容易吵起来的 这世上没有不争论的工作团队 我要的是工作成果 而不是你好 我好大家好 你认为他清楚计划书的真正问题 只是在跟你撒气 但万一他真觉得自己没错 到时候又做出一份 不能用的东西来 浪费的时间金钱 谁来负责 所以在工作上 你不能只替他考验 你要真真正正的 替我这个当老板的想 明白了吗 哦 您说得对 这一点我怎么想不到呢 您教训的是 我不道歉 我不需要你道歉 只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 该计较的事要计较 以前在搭机上非逼我道歉 现在就出不需要 哎呀 这些 你说什么 我是说 谢谢你买些那个机器人 那一件东西 塌了之后更有艺术感 你不懂 对 我不懂 你买一个早在睡吗 嗯 嗯 不關心 死人的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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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醒了 天爱的 这衣服是你给我穿的 谁呀 咱们好久没玩戏了 请问 会往洛杉矶的航班要几分 怎么了 追尽 若南 你这么忙还特意跑过来看我 还是你最好 你怎么了 在沈氏不开心吗 那那也没有 同事们人都挺好的 就是工作压力有点大 沈氏有一套平分制度 特别的严谨 每个人工作起来都跟打了机器S的 在大企业都是那样的 更何况 沈氏他又是一个把全部身心 都投入在事业中的男人 所以对员工的要求自然就更高啊 现在就已经开始替他讲话了是吧 我哪有啊 一会儿你说话要注意点啊 沈氏马上就到 你怎么不早说呀 怎么了 先走了 干嘛呀你 他又不会把你给吃了 你不知道 沈总规定 在公司里面我一定要躲着他走 距离不能小于三米 说是看见我就倒霉 不会吧 真的 这只能说明他以前吃你亏吃的太多了 好了 你就安心留着吧 他待一下就走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他 礼物 要不要这么甜蜜呀 什么礼物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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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坐 你说有东西给我 我自己烤的杏仁饼干送给你 若楠 你手也太巧了吧 谢谢 你一会儿不是还有工作吗 我和初夏也聊得差不多了 要不然咱们改天再约 没想到 你在沈总面前 看起来那么羞涩 我们俩在一块的时候 我们经常不知道该说什么 怎么了 初夏 你刚刚来的时候 是不是带一个文件过来的 好像是啊 一定是拉刚才那个餐厅了 我去陪你去吃 不用了 那下午不也得上班吗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那点东西没人头 放心吧 等会儿啊 好啊 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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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知道 还有 关于那份计划书 我需要第一时间看的 你还会儿 我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你都懒得伤口吗 许多小事都是没必要解释的 若南他对你是真心的 我现在给您泡的这泡茶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若南颠红 泡这款茶呢最重要的呀 就是它的温度 因为这款茶 只能用大概85度左右的热水来泡 这样喝起来口感会好一些 不至于那么色 来尝尝看 真是想不到啊 丁小姐对茶道这么有研究啊 哪里 未知一二 做生意讲的是志同道合 那好吧 明天你派个人把合同送到我们公司来吧 好啊 来 请 好 谢谢 你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你不是说 生活需要新鲜 惊喜吗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现在就等我 就看到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你猜 你 喜欢我给你的惊喜吗 你 这有什么意思 干嘛 难道你不期盼着 看着我穿婚纱的样子吗 菲菲 我还没准备好 我们就像原来那样不好嘛 干嘛非要用这种 拥死的东西 来束缚我们的爱情 我想我们还是冷静一段时间 给你能接受了 我们再联系 菲菲 我能给你任何东西 除了婚姻 今天我请客大家随便吃啊 好高兴 高兴 高兴烧东家 今天什么事啊 送一下姐 真正的烧东家来了 对 他的产业应该都是他自个人 他应该是东家老爷 菲菲 你轻轻地挤对我 揉给我吧 心情好的时候 狂闷暴雨 都是女生般的亲吻鱼 你快点给我个垃圾桶 我还要吐 干什么啊 菲菲分一次手你就起了此刻 这么下去就你这家小店撑得住吗 莫夫家同学 虽然你这句话说的是耳蓬吧 不过我怎么听着有一种躺裂中枪的感觉呢 听出来了 真的又分手了 太帝学长 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 菲菲 我就想不通 你怎么就知道假逼婚这招对周曼有用了 万一他看见你穿婚纱的样子 想的不是分手而是要跟你结婚 那你还就真假了 像他这种恋爱当作刺激游戏不断变化的人 婚姻一定是他的照面 那万一他就是宇宙木彤你怎么办呢 好了两位记者 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想把你的关系发展到婚姻的状态当中的时候 他一定会想要见你的朋友谈论你的家人 并且能跟你讲述他的人生规划 如果这几样都没有 那么黄色语剂 如果你刻意的跟他提起过这个事情 他还刻意的回避 那么红色警报 大家要开始准备撤退 菲菲你说的太对了 我的人生计划里面全部都是你 为了证明这一点 我还特地给你买个份儿给你 你不会准备了个什么戒指要送给我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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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顿饭让我请吗 可以什么 今天初夏生意入职 这顿饭算我邵东家请可 那就谢谢邵东家了 有得了 人家东家老爷都在这呢 你就别嘚瑟了 不过既然是东家老爷 是不是该单独请我们梦初夏 大错一顿呢 没有 大家都是找一个由头热闹热闹而已 哪还 哪还用真的为了我这点小事庆祝的 不早了 我们都回去吧 太级学长 梦初夏家虽然离这儿特别近 但是一个人走还是特别危险的 这个还用得着提醒 初夏 我陪你走回去吧 不用 若南的车就停在我们家小区 我们走回去正好 先走了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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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呀 我话还没说完呢 改天再再 那我先回去酸酵酒 你们先聊着啊 算了 初夏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不要为难她 太级学长 通过这几次的观察 我认为你是那种特别温柔 而且特别绅士的男生 不是 怎么 不好吗 好啊 不知道有多少女孩 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对自己摆意摆顺呢 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好 只是觉得初夏 一个人带着梦想生活 这么多年一定吃了很多苦 就算我可以给她带来一丝丝的温暖 或者自在 我也觉得很开心 不错 不错 加油哦 我支持你 谢谢 菲菲一定骂死我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得逞 再这么下去 我跟学长以后都没法做朋友了 若南 刚才 菲菲说的那几点 就是有关男人跟婚姻的 沈总 她有吗 有啊 她 她很期盼一个稳定的婚姻呢 那 你打算 婚姻给她了 嗯 啊 啊 其实 我觉得 你们两个也没认识多久 关于婚姻这种大事吧 还是谨慎点比较好 哎 虽然说 沈总她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 但是 你也很优秀啊 初夏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啊 啊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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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对我的感觉 她没回答 所以你担心我是吗 是 我知道 这种事情不应该跟你说 发现闺蜜男朋友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到底要不要告诉闺蜜 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而且 对啊 一般人都选择不说 初夏 我特别高兴你跟我说 以前 以前 咱们还是学生的时候 什么经济实力啊 家庭地位啊 在生活里面都很淡泡 那个时候我们无话不说 嗯 嗯 后来毕业了 我自己有的时候不太注意 给你 我 妃妃 还有二旁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若男 可是你还是愿意为我着想 从来不去想自己会不会被误会 我真的很开心 这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同样一对男女之间也要讲义气 这一点神安就做得不错 他选择了沉默 你这话有什么意思呀 他早就跟我交过敌了 对于他来说 爱情从来就不是必须品 他只是想找一个合适的太太 组成一个家庭 让他作为一个商人 看起来更可靠 可信 你是说 他把婚姻当成一个装饰品 只要条件符合 他说 他和谁结婚都一样 若南 这样你也可以接受吗 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 他虽然不能给我爱情 可他愿意给我相守啊 能和一个自己那么爱的人 踏踏实实地过一辈子 不是最大的幸福吗 一定要他爱自己吗 可是若南 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能幸福吗 我能 那些人 这是上街个的奖义 奖要怎么样 还不错 毕竟是特级交通 总不要值那个奖钱的 杨阳 我这儿有上捷误导班的讲义 你要吗 要啊 各个辅导班的讲义我都要 跟谁聊呢 杨阳 在这儿呢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交换讲义啊 这是上捷课的讲义 别在群里收拾我给你的 他们好多人都向我要呢 知道了 昨天 小美在群里问的那个问题 你算出来了没有 我的家教说 她的那道解法超纲了 梦想 要不你加入我们群吧 可热闹了 我忘了 你的手机不是智能的 没那个功能 别说 我这不是也为她好吗 最近功课那么多 用电脑打字太费时间了 可是用手机语音 却省了很多时间 你的手机也太久了 回去跟家里人说一下 换一个吧 不过一般当妈的对数码产品不太懂 要跟爸爸要 别说了 哎呀 莫小的情况我真忘了 不过我妈说 你妈那么早有了你 再给你找个爸爸并不难 你这两天 老王我这跑干嘛呀 你跟总裁的事 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家里不应该再给你 安排什么应酬了呀 家里现在倒是不催着相亲了 反倒开始一伦伦地 谈论我跟史安的进展 烦死了 又是你的沈大总裁吧 你怎么知道啊 拜托你车都不开了 看你们的表情 不知道他还能有谁 我想多了解了解他 所以就问他 能不能在不见面的时候也聊一聊 他答应我了 但是你也知道 沈氏的工作总是忙得密不透风的 要等他一句回复啊 实在是太难了 曼达 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了 以我跟他的约定啊 他愿意跟我聊天 已经算是超级纵纵了 我抱歉他来不及 而且 我还敢申请人家聊天人间的账号 还有你已经用了一个 莫想 回来了 准备睡觉吃饭啊 莫想 这脸怎么伤成这样啊 被谁打了 我不是被打 那就打架 跟谁 同学是吗 你就别问了 我什么就不问了 你脸都伤成这样了 我 别急 别急 这孩子不说肯定有他不说的道理 是吗 梦翔 我问他也有我的道理 不是他妈 我饿 我吃饭了 梦翔 你就别过去了 我去帮你问 对对对 他也就听你的话 你帮我问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这样 我啊 炖盆菜过去 跟他边吃边聊 你别急 你也吃几口 好 行 手机响了 帮我看一下 谁啊 总裁 看来他今天比较有时间啊 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 还是我跟他聊过来 不用 要不这样吧 初夏 你继续帮我跟沈安聊好不好 我怎么跟他聊呀 你怎么就不能跟他聊了 你把那个聊天记录打开看看 我就是想多了解了解他 我每次都是一个一个问题地问他 然后我问什么呢 他就答什么 就像访谈节目一样 所以你就当一把代班主之人 你就帮我多了解了解他 等我出来的时候 我看答案就行了 我帮你问 你帮我问 这样很公平啊 快点快看 快啊 不要错过机会啊 好 好 快把泪 看下来 好 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想我知道你说的是脑胃袁伯伯了 她的小说 我跟初夏在大学的时候都很爱看 人们都说 她跟严女士一生没有结婚 直到她过世 是真正的灵魂伴侣 可我觉得 严女士或许是期待一个婚礼的 你怎么知道 女方在她的一篇散文里 提到了一场瑞典婚礼 此句不多 可有种克制自己不要去幻想的感觉 让人看了很心酸 是你的错觉 她没有那么适性 还真是自我 怪不得跟若男提出什么 只要婚姻了 论点 我很尊敬你的袁伯伯 但是客观地谈论这段感情的话 没人能保证 这不是一种情感胁迫 什么意思 因为别人爱自己 强迫对方按照自己设定方式生活 这世间不是每一对男女 都跟大众一样 当然 我们每个俗人身上都有不所谓明 那些脱俗的人 可能也会有誓死的可望 这不可耻 或许 那位女士 有着大家都不知道的心情